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银行的资产是60万亿 但是要求他自有准备金 自有的资本8% 也就大数就算5万亿 那55万亿都是储蓄构成的 所以这等于总资产等于55万亿的老百姓的机构的储蓄 加上他自己的钱有5万亿 所以现在你要把这资产给分了 明天老百姓来取钱了你就取不出来了 外汇储备也一个道理 这边的美元的储备是我们的大头 它的构成有很多是我们超印货币 或者说是金融机构的存款 你要把这美元给分了 明天人家金融机构来取钱 人家就取不出来了 或者说人家来 我要想拿着美元再出去 我拿人民币再换回美元 你把美元分了 也没了 简单一样 就是不能分 但是他能用 他能用 这我还有第二个不明白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我买美国的债 美国欠我的债 我还能拿我这个债去买土地买资源吗 可以啊 这是你的 就你的这笔钱 现在在你的负债表是现金 你拿这现金可以买债 就比如我 你有一万块钱 你可以买国债 你也可以买一电视机 你也可以买一个股票 都可以 你现在的形式 就在这样一个类型上 我们前一段讨论的呢 大家都局限于一定是买美国的债 还是美国的基金 还是以美元的形式储蓄 他光讨论这个了 现在严实刚才讲的 就是说我们要跳出这个思路去 你现在买金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债权 国家的债权都有风险 你要你买 你买他的债务 就您的意思就是希拉里不是来让咱们还买债 过去啊 我们买债是合理的 因为我们的外汇储备不多 这些东西呢 它流动性强 我不跟你讲了吗 当外债储备越过一个点的时候 我们对流动性需求就得让位于对成长性的需求 特别是在现在财富在大幅度缩水 债务在大幅度上升 这时候以债所代表的资产是虚了 虚的情况下原来这财富在这儿你可以放心的 现在这财富没了 蒸发它就是没了 没了大家为了生活大家都发债 所以现在的债就虚了 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动荡状态下 在资产大幅度贬值的状态下 化虚为实 化虚为实 然后呢 所以我跟季鹏我们讨论了多次 形成十六个字 经典十六个字 化虚为实 减债持股 外储内用 控制资源 就是把我们的外汇不是盯在流动性上 而是盯在资源的储备 也就是说 一篮子不够 得两个篮子 一篮子是汇 一篮子是资产 资源 那么像你就还是我刚才闹不明白这个问题 我感觉你要买什么 都不是拿现金买吗 对呀 就现在你比如说 我到另一个国家买个土地 我能拿说说美国借我这么多债 我先用这个换你土地 不是 我们把美国的债卖掉 不就是外汇吗 就变成现金了 我把你的债卖了 我现在手里是现金吧 拿现金 我拿现金到他那去买地 卖给谁呢 卖给美国 卖给市场 我们之所以持有美国的国债 是因为他可以卖 是因为他有流动性 现在呢 如果说中国的货币只能在中国花 美国的货币在美国花 那我们就不好办了 现在好在是美元是通用货币 你可以在美国买东西 你要想到你也可以到其他国家去 到哪去呢 那就我们现在两万亿 你先把你持有这一万三千亿的债 你可以卖减少 起码不能再买了 因为我们现在这两个月还在顺差 一月份又是三百九十亿 二月份降到四十八亿美金的顺差 还在积累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得想到 我把这美元我在市场上 我把它出掉 渐渐的 有意识的 或者我剩下那七千亿 我得想办法 变成我今后最需要的资源 什么现在最便宜呢 现在什么都便宜 而这种东西一旦经济复苏 又是最贵的 就像下围棋一样 现在趁着美国人这危难 我们得围棋布局 得把边角站住 第一个站什么 我想比如说澳大利亚 新西兰 美洲的非洲的土地 这中国的原龙瓶的农业技术 我们有这么多农业人口 咱这还有两千七百万就业压力呢 好家买 咱买了土地 再把咱农民 农民出国 农民出国 咱得倒过来 咱不是殖民全球了吗 现在有人说 这话咱只能 咱们让全世界人民都替美国人分担点债务 都去 就别让老让13亿中国人就 咱们背不起 咱把这美元花给他们 他们现在也用钱 咱先把他那地资源占上 没错 这个守住 有人说澳大利亚能卖吗 你现在缺钱 都缺钱 就中国人有钱 对不对 你此时不卖 再说了 你那么大土地 那点人口 三千万人口 我们互相 我们结合 把你市场也打做起来 中国人当大地主 是有传统的 这是第一个吧 实际上我加个注 澳洲已经出现好几个村 村长就是中国人 真的 人已经都 还有人加入 还有人 还有人说呢 说所有权不卖 咱三十年经营权可以吗 这就说通了 第二个呢 就像咱们说这个矿产资源 现在这中国成了世界的制造业工厂 咱们买什么吧 它就涨什么 咱们卖什么吧 它就跌什么 所以现在追着 买了二十年石油的储备 对吧 应该准确的说是三亿吨 一年一千五百万吨 这就是习近平副主席到美洲去 巴西一百亿石油 委内瑞拉我们也在那石油设施都投了 中驴 中驴 然后这是一大块 奔着石油资源去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买这些 这现在的国际上的资源 基本上被这几大公司都瓜分了 你像我们说的是吧 毕和毕托 利托 淡水河谷 这三大家 我们这次中驴就买了 利托的这个股权 澳大利亚 这个利托的股权 咱买它第一个百分之九 花了一百四十亿 因为当时我们要不买 那毕和毕托就要把它收了 它收了之后 咱们这是最大的买家呀 它之后控制我们 所以我们第二次 毕和毕托一看 它收不了 咱们现在财大气粗 咱说了 它一退出 股价暴跌 咱有点损失 接着咱又花了七十亿 又买了百分之九 这国际上 百分之九 就是单一第一大股东 咱现在占利托 接近百分之十八 但是我作为这个普通老百姓 我有一问题 像这对这个这个大大 这个霸图 确实扑的挺好 可是呢 你占有了这么多的资源 他最后怎么还付于民呢 就最后还得落实到 这他怎么就 这钱归到我们手里了呢 你看现在呢 比如咱就谈 刚才提说买地 这地咱们人出去 那就我们的市场大了 我们的高科技种植技术 在那发挥作用 咱们现在土地紧张 咱们现在人口富裕 大家不是都富了吗 你忘了那会儿 出去两亿 那会儿 出去两亿农民 然后呢 生产的粮食 从外边进口进来 这不就解决了 中国的粮食问题吗 如果我们能够控制 越来越多的资源型的公司 这叫弃债增股 减债增股 那么你是股东了 你就能够影响他的决策 这就是石油 这些有金属矿产 这就是刚才岩石提的 叫外储内用 把我们今后必然要需要的资源 再给他买回来 所以你看 第一个渠道土地 第二个是直接物的矿产资源 从石油到铜铝天心 第三个是大型的这些跨国公司 制造业公司的股权 这是等于是第三个渠道了 高科技 现在美国人你说 他都穷这份上了 他就不卖咱这高科技 这高科技到欧洲也一样 可是我们需要转型 我们需要造大飞机 这你得给我们 你现在都这么跟我们借钱了 对不对 你也不能这么不讲道理 说这边还得逼着 我们还得借 不借的话 你动了你那钱全贬值 然后借钱 我们说买你点高科技 还不卖 这不合适 对不对 既然咱同舟共计 此时此刻 我们可以承担一部分我们的责任 你们也得拿我们当成为好朋友 别老让我们在制造业低端给你们打工 或者你不卖 或者你不卖 我们查点股 这就必须 如果技术你不卖 那我们这会儿的时候 对他一流的 你比如像他这些 波音也好 甚至技艺也好 这些股权 我们可以考虑买一点 我买了你股权 今后我们实际上 对于你公司内部的技术 我们也就有控制权了 是吧 当然了 再往后说 这是第四个渠道 第五个渠道 包括现在我们这黄金的储备 应该考虑有一点 对不对 黄金不管怎么讲 还不是单纯的实际价值 它本身过去最早的 大家作为一种储备货币 这是有价值的 硬货 硬货 硬通货 那么第六个渠道 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现在不能眼睛老盯着 这个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股权 我们得考虑像这个西亚中亚塔吉克斯坦 吉尔提斯坦 这地区 越南老挝全部在这地方 这地方的金融咱可以去 因为这地方呢 你说咱帮他办个保险公司 这地方都是处女地 处女地没泡沫 也没什么 美国呢 基本上那个就不是处女地了 他那泡沫太多 那叫资深 那叫资深 风险推大 所以他这会你玩不过他 那经验也丰富 得到咱这个发展中国家来 这咱能帮着那个地方建金融 把体系建起来 这第六个渠道是对的 所以中国今天 要想站住战略制高点 必须布局把中国的金融上去 把我们的周边国家也要带 我看你这其实 这不像腰杆蛇了的 不像腰受伤的 季鹏这概念 挺直的 咱们去点广告 香香三月行 广告之后见 老金 这就出现了一个 就是我们跳出原来的盒子 想问题 跳出原来的盒子 想问题 化虚为实 感觉到实了吧 以农民的思维想象 是不是实了 减债持股 这里边的核心概念 就是温总理讲要研究外储内用 我们很多人一清这词炸了 外储你怎么能内用呢 你当初形成外储的时候 你已经兑换人民币了 他没理解温老板的这个意思 外储内用不是把它换成人民币到中国来用 外储内用是在外边用 但是根据国内的战略需求来用 那么我们是人多地少缺资源 所以外储是根据国内的扩大内需 恢复产能来建立我们的境外资源储备 还是用在外边 但是它是根据国内的需求来用 这是个概念呢 外储内用控制资源 整个这个思路就改变了我们 现在这一篮子 我们里边装多少美元 美元里边装多少国债 装多少两房债 我们在这里边想 然后是不是装点欧元呢 是不是装点日元呢 这都是在会上想问题 现在我告诉你一刀切 整个外汇储备当中 3000亿以上部分都不在这里边 你这 亿万七千亿 这里边一部分中短期投资 一部分股权投资 一部分中长期投资 中长期投资就是给孙子投的 让孙子将来咱们到国外去当农场主 到国外去当矿产主 所以美国人是把孙子的钱都花了 我们是用孙子的孙子 留资源 孙子将来上非洲种地去 对了 不是 我觉得 对你们这个 科学家 咱这两会开的是挺热闹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经济学家提案也很多 对吧 我觉得总起来啊 好像是不是我们面临一个选择 要依着你们说的这个 就感觉我们应该拿这么多的外汇储备 去换资源 去换换实际的东西 对吧 但是呢现在好像还有一种选择 就现在你不是这个需求不足吗 内需不足吗 老百姓也不花钱吗 那么他们讲究就是说现在怎么样能够分点什么 给国内的人 然后呢 国内的人这不就有了需要了吗 你刚才也讲内需 这现在是不是是不是你们的争论 基本上是什么两大选择呀 现在这个问题呢 说穿了咱们刚才讨论的啊 这个外汇储备 它是一种债务性的资产 它是不能分 关键是关键是关键是在这 你对市场影响太大 所以捡完之后干什么呢 咱们去买咱们需要的资源 石油买回来 咱能内用吧 是吧 咱们的一些大飞机的资料 高 这材料 这都可以用 这拿回来用 咱就现金减少了 咱该要用的物就多了 这个我还听到一个经济学家讲了 就说这个外汇储备这件事啊 说是外汇储备越少 当然也也不好 但是呢 太多了也不好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如果按照进出口需求 我们现在需要保持一个 3000亿的外汇储备长量 这就是我讲的 第一只篮子 我们还是按照这个原则 没错 但是现在 当你的外汇储备急剧增长 超越了30005000亿之上的部分 这部分 你买美国的国债也是30年的了 10年的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把它变成资源呢 对 你既然能够买不流动的资产 他为什么不能买不流动的资源呢 而且 如果我们现在按这个思路 我们就不存在一个 我们选什么币种了 选什么币种现在都不安全 怎么办呢 全都是美元 但是这个美元不是储备货币 而是交易工具 对 我拿这个东西到你这买块地 到他那买个矿 然后我再把这个地压给你当地银行 不又变成线了吗 再到他那再买个矿 这样呢 两万亿就能变成二十万亿 这个忽悠 好家伙 这是我跟你讲大国家战略 就是两万亿的外汇 如果变成储备资产 它就是一个巨大的杠杆 它能够放大到你认为你愿意放大的 我怎么听着有点像那温州炒楼团呢 这咱们要炒到全世界 这个呢 关于中国 咱们先去一页广告再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严实刚才谈的呢 那是个中国美元的概念 那个呢 可能作为一个长远的战略 我们未来可以进行研究 其实讲人民币美元 其实呢 严格说文涛提的这个话题 就是咱这两万亿储备啊 应该有个定量分析 多少咱在这搞储备 是吧 其他多少我们要化解这个风险 这是个定量分析 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国家的大战略 为什么我说三千亿的储备 这可能是个人之鉴 就够了 我可能觉得得五千亿就够了 因为中国跟当时亚洲金融风波 冲击的这些 不管是东南亚也好 香港也好 泰国也好 它是货币是自由放开的 我们现在呢 资本项目下还没放开 谁要因为这个储备货地的目的 就是怕你出现波动 人家一提美元 就把你经济击垮 防备这个风险 但是咱现在呢 资本项目下是管制的 咱们中国干这一招是谁都比不了的 你要想出去 先看看交税没有 咱得说清楚 是吧 这个咱们首先咱有强要力的这个管制手段 第二从目前的量来看 五千亿三到五千亿足够了 其他那一万五千亿都得考虑在美国未来两年复苏也罢 恶化也罢之前把它赶快按照定量 这几招把它花出去 当然我刚才差一句 H股也是重要的选择 对了 现在直通车两会代表又提出来了 是吧 我们这外汇储备不能买咱知根知底的 咱那电力 咱那中石油中石化 买自己的 我买自己的 我只是我们家孩子 我清楚啊 对不对 所以没风险 这个过程 香港人民在抗 就我们说叫做抗生就在第一线 这个也应该享受一点直通车的福祉 所以我看见你 那当然这话 就看咱们怎么对待当前这选择了 这到处是机会 也就是像你这样的 挣港币工资花人民币的人 老板又不给加工资的情况下 你就得想法也改变你的战略 刚才纪鹏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 国家战略 什么叫国家战略 这一篮子 外汇保持流动性 三千亿五千亿 甭管 这一篮子股权半流动性 万一这盯不住了 我这也能卖 这一篮子 长期储备 这是给咱自己用的 这是给儿子用的 这是给孙子用的 你力度太猛能把我这桌子底盆砸碎了 于是 一会整个国家你想想短期中期长期 为什么我们跳不出这个思路呢 因为我们把所有的外汇储备都交给了外管局和央行去管 他只有这个授权管外汇 所以现在得把外汇储备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放到温湖这个盘旗上 将来我们必然要为后代留下债务 在为后代留下债务的情况下 我们多给后代留点资产 所以你谈到刚才这个国家战略问题 就是中国人现在牌都有 就看怎么出 是危难还是机遇 两个方向 两条道路 关键在决策 原来你们俩今天到我这儿是影响国家决策来的 不没有那意思 美国人是没牌可突了 我们把你从一个自认为不懂的提高到一个总理的水平 好好好 这总理也得要我呀 接下来为您播出走向2010 感谢观看